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高棋伟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国庆日预防恐怖袭击 FBI全美监控 为防范恐怖分子在国庆日周末 针对美国发动恐怖攻击 联邦调查局FBI的 已在全美设置56个指挥中心 监控任何可能的恐怖威胁 官员透露 FBI甚至已经展开行动 设法在国庆日之前 逮捕境内的极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 FBI强调 目前并没有针对美国特地的威胁 但FBI在今年国庆日之前 发布的警告和采取的行动 似乎比以往更为主动 导灾风波越发严重 希腊恐将破产 希腊在30号午夜 确定对国际货币基金倒债 加上疏困计划全部到期 欧元区财长晚间会议 拒绝希腊申请再延长两年贷款的要求 7月1号起 希腊正式面对破产危机 希腊的大批群众 要求政府接受国际债权人的新的疏困方案 更传出7月5号的公投可能取消 希腊如果想要有新的援助方案 必须先改变目前对国际债权人的立场 目前经济歧视等对希腊民众更加不利 未来对希腊新的援助计划 附加条件可能会更加严苛 断交54年后 美国古巴将互设大使馆 美国官员说 美国和古巴一日将宣布在对方首都设立大使馆 使得自1961年以来 断绝的外交关系迈向一大步 互相设立大使馆的确实日期仍然未知 但可能是在7月中旬 自从1977年起 美国和古巴开始在对方的首都 德瑞士大使馆设立办事处 实际互派外交代表团 但仍然没有完整的大使馆的地位 代薪病假上路 今天起开始生效 约650万人受益 加州7月1号生效的一项新法律AB1522规定 雇主必须提供员工每年至少三天的代薪病假 估计将有650万人受益 新法适用于一年至少工作30天的员工 员工每工作30个小时 可以获得最少一个小时的有薪病假 陆下以来最大热浪已经开始了 上星期第一波热浪过后 干燥又火热的天气 加上北加州有100多次闪电 造成多处山林野火 7月1日被预告为本周最热的一天 湾区内陆以及南湾气温可高达100多度 比正常高出20度 还吹起西南风 增加火景风险 阿拉米达周三气温将升至108度 南湾接近100度 沿岸地区较为凉快 旧机山海滩则维持在70度左右 手枪造型的手机壳会导致警察误判 手机早已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联络工具 手机壳更是彰显自己品味和风格的配件 手机壳无奇不有 名牌加持 少女风情 卡通人物 相机造型等应有尽有 但最近网路上出现一种手仓叫型的手机外壳 搭配iPhone使用 拿起来放在耳边讲电话 好似007干员 待机时插在裤子后方口袋 枪柄若隐若现 看似帅气无比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欢迎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